台湾香蕉国际知名 而现在呢 这个香蕉盛产 发现说它其实也受到了 甜品市场的青睐 这包括了十大夜市美食的 草椒王 还有了韩国的香蕉牛奶 等等等 现在台湾的业者 也看准了这股商机 有连锁的冰品业者 就加进了香蕉新口味 就连甜甜圈业者 也创造了五种的 香蕉口味甜甜圈 香蕉成了新宠儿 切成一大块加进冰品 拌着吃浓浓水果香 吃吃了 然后口即化 比较不会那么腻 就是比较好吃 选用台湾在地香蕉 搭着草莓拌着巧克力 或者加进鸡尾酒里 让冰淇淋有了当季吃法 而创新口味还有甜甜圈 一次推出五种口味 特地做成婉曲外形 搭上香蕉的好朋友 巧克力或者是cream 最对味 另外还有甜点 泡芙更是大方的 加进半根香蕉 吃过的都说赞 市面上那种做的 没那么好吃 奶油不会很甜 也不会很腻 吃起来蛮爽口的 香蕉味很浓 然后甜的 业者秀出香蕉商机 以甜点冰品做发想 而获选为 时代夜市美食的巧蕉王 在逢甲摆摊八年 人气买气更是从没退烧 我们都是能够掌握 它的最新鲜的状态 成年里有成 业者充分利用在地食材 从小焦王到甜甜圈 泡芙 冰淇淋 爆米花 香蕉 巧克力豆 香蕉乳酪 加上日本的香蕉蛋糕 韩国卖行的香蕉牛奶 把过去不受青睐的水果 香蕉 变身 甜点 新宠 抢供夏日 挑嘴的甜食商机 中天新闻 六亿城广 任陈梦辉 台中彰化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